大家好 之前的课程之中 我们基本上把Redux的一些基础知识点都讲到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带大家复习一下之前的知识点 同时补充一些新的内容 Redux呢 实际上在设计和使用的时候 有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Store 它要求必须是唯一的 我们看我们的代码 你就会发现 整个项目之中 我们有几个Store呢 我们只有一个Store 在哪创建的 在Store目下的index.js里面 我们创建了一个Store 然后呢导出出去 代步呢都在使用这一个Store 所以Redux的设计使用原则 第一个就是Store必须是唯一的 也就是整个应用之中 只有一个Store公共存储空间 我们再往下看 第二点 只有Store能够改变自己的内容 这一点我们怎么理解呢 大家可能觉得 谁去改变了Store里面的数据呢 再来看Reduxer这块的内容 很多同学会认为啊 Reduxer这块去改变了State的内容 所以是Reduxer在改变Store里的内容 其实不是这样的 Reduxer拿到之前Store里的数据 它能生成一个新的数据 然后它把这个新的数据返回给了谁 返回给了Store Store拿到这个新的数据 它把自己的数据进行一个更新 所以Store里的数据是谁更新的呢 它不是Reduxer更新的 而是Store拿到Reduxer返回的数据 自己对自己的数据进行了一次更新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第二个设计使用原则 只有Store能够改变自己的内容 那么换句话来说 这也是为什么Reduxer 一定不要去改变State里面的内容 State指的就是Store里的数据 那么如果你在这儿直接去写State点InputValue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其实在Reduxer里面 去改变了Store的数据 这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大家记得只有Store可以改变自己的内容 返回千万不要去随便的变动 这个Store里的数据 接着再来看第三个知识点 Reduxer必须是纯函数 我们来看Reduxer Reduxer是个纯函数 我们先不看它纯不纯 我们先看它是不是个函数 ExportDefault 我们看Reduxer的代码 它导出的东西确实就是一个函数 那么什么叫纯函数呢 纯函数指的是 给定固定的输入 就一定会有固定的输出 而且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我们一段一段理解这个话 纯函数的意思是 当你的输入给定的时候 也就是State确定的时候 Action也确定的时候 那么Return出来的结果 永远都是固定的 那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 你State如果是一定的 Action如果是一定的 你返回的这个东西 其实就已经固定了 所以它是一个纯函数 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构造一个不纯的函数呢 很简单 比如说NewStateInputValue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NewDate 我们来看啊 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纯函数了 为什么 当你的输入给定的时候 我们看State和Action给定的时候 你的Return出来的NewState是固定的吗 不是固定的 因为它里面的值受到当前时间的影响 时间不定 返回的结果就不定 这样的话就违反了纯函数的定义 给定固定的输入 不管在任何时刻都返回固定的输出 它就不满足了 所以呢 它不是一个纯函数 一旦一个函数里面有 SetTimeout 或者说阿甲克斯请求 或者说这种和日期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它都不再是一个纯函数了 所以Reducer里面不能有这样的操作 不能有异度的操作 也不能有这种跟时间相关的操作 Reducer这个函数还不能有任何的副作用 副作用指的是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 Reducer给定固定的输入 我们可以给出固定的输出 它满足第一个条件 那假设在这儿呢 我对State.inputValue做了一个修改 等于Action.value 这段代码就是一个有副作用的代码 本身呢 你的这个函数接收参数 返回一个新的内容就可以了 但是你对接收的这个参数做了修改 这是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种对参数的修改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副作用 那Reducer呢 是不要对这个传入的参数的内容进行修改的 所以一旦你去修改了 就说明你带来了一些额外的副作用 那这个时候Reducer也不是一个纯函数了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讲到这儿 大家就知道Reducer是纯函数的一个概念了 纯函数指的是给固定的输入就固定的输出 同时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好 我们能简单的复习一下 Reducer中核心的API 首先CreateStore可以帮助我们创建一个Store Store里面会有一个Dispatch的方法 帮助我们派发Action 这个Action会传递给Store Store.getState这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去获取到Store里面所有的数据内容 Store.subscribe这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订阅Store的改变 只要Store发生改变 Store.subscribe这个函数 接收的这个回调函数就会被执行 课程讲解到这儿 关于Reducer的基础内容呢 就算给大家讲解的差不多了 那后面的课程呢 我们将继续深入Reducer 给大家讲解一些难度更大的内容 大家加油